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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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 政经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大家欢迎来订阅台大教授的低槽 ABCD的低 水槽的槽 台大教授的低槽 这是我另外开了一个新的频道 这个频道很不一样 这是一个完全AI频道 你们看到除了我讲话的部分 是我自己以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AI生成的 包括内容文稿 还有它的背景 还有我们的助教 还有我们的所有在里面出现的 除了我以外 全部都是机器人带来的最新科技 当然我们会做人工的审核 就是说我们不会让机器人操控了我们的思想 机器人说蔡同学有2.5个博士 我就说AI好棒棒 AI说蔡英文有2.5个博士 不会的 那就有人问我们说 呃 机器人怎么看蔡英文 我其实在半年前我们就做过了这一则 那时候ChairGPD在台湾还不太有人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曾经做过了这一段 所以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我们在大约半年前所做过的政经官幕了里面 我们的机器人在第一时间怎么描述我们的蔡同学 这个ChairGPD确实蛮好玩的 于是 我那个好朋友呢 他就玩了一个梗 寄了一个东西给我 叫我去玩一玩 很有趣 来我跟大家分享 啊 那 我的同学呢 我这个宇宙政经学的同学说好朋友 是以前我教会的弟兄 他就问了这个ChairGPD一个问题 他说 这个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是否有完成 伦敦政经学院的Ve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简写缩写LSE 中文正式名称叫伦敦政经学院或伦敦经济学院的论文 是否有经过博士口试合格 你看好笑 这个ChairGPD他会回答你 而且回答的非常的有趣 胜过人脑 好听好 你上这个网站啊 你去输入 那我这个朋友问的问题是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是否完成伦敦政经学院的论文 是否经过博士口试合格 太有趣了 你知道电脑怎么回答吗 这人工AI智慧ChairGPD回答你说 他有各国的语言 根据蔡英文官方网站的资料 他曾经于1984年 在伦敦政经学院完成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他翻译的很好笑 叫当权者与反抗者对政治行动的认知 这个地方就吐嘴了 当权者与反抗者对政治行动的认知 这是蔡英文所出现的第六个论文题目 这是AI帮她分析的 可见蔡英文的论文题目在网路上有多么的错乱 错乱到AI人工智慧都分不出来 到底她的论文题目到底是什么了 你今天如果去AI问说 请问彭文正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什么 你们可以去找了 我不知道有关彭文正的博士论文的讨论 有没有大到可以形成资料库 这个ChatGPT 会不会理你了 如果有她一定会告诉你单一页的题目 因为我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题目 但因为蔡英文忽然这个题目 忽然那个题目一下把什么 part 2 的题目当成论文的题目 这是扯到非洲去了 所以这个ChatGPT 的脑袋应该烧掉了 电路应该烧掉了 所以她就给了一个很奇怪的论文题目 不过她说了 她曾经在1984年 在完成了一篇论文 并且在1987年通过合格口试 这是ChatGPT 的AI告诉你的 这个就有趣了 她为什么说1987 这个值得推敲 1987年 其实是蔡英文的论文 拿回台湾以后 反反复复复被外交部被教育部要求认证 被考选部要求认证 来来回回认证 我在节目中讲过 我当时拿完博士 回到台大教书的时候 我只签了一个授权书 台大人士是把他交给了 台湾大学 就转给了 住芝加哥办事处 芝加哥办事处 经过两个礼拜的认证之后 就直接告诉台湾大学说 确证属实 彭文证 威斯康兴博士 结束了 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去怀疑我 要我拿博士毕业证书 也没有任何人叫我去认证 这一生就认证这么一次 可是蔡英文 1983年回到台湾之后 她来来回回 一直被认证到1987年 还有人在问她说 伦敦政经学院的修业规定到底是什么 你这个学位到底是什么学位 所以你看 这个AI就告诉你说 蔡英文在1987年通过口试合格 问题是哪有这回事啊 好 没关系 我们再来看 人类呢 又问了她一个问题 除了蔡英文的官方网站之外 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有经过该校口试 合格完整的博士论文吗 就是除了蔡英文自己说的那个一页一页之外 全世界任何角落能够找到蔡英文的合格论文吗 这个现在最夯的 Bill Gates强烈背书的 这个人工智慧软体叫做ChatGPT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好 她回答说蔡英文没有完整正版的博士论文 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请张永慧啊 看一看ChatGPT告诉你的答案 好吗 这个AI人工机器人说 蔡英文没有完整正版的博士论文 但是她在伦敦政经学院的成绩单中有记载 虽然蔡英文曾经参与口试 但是没有完成全部的要求 所以未能拿到博士学位证书 太有趣了 比尔盖茨认证 比尔盖茨她的公司 OpenA1创造出来的ChatGPT人工智慧软体 在全世界有关蔡英文博士论文这件事情的公开 私下能够拿得到的资料 大数据分析之后她下了结论 蔡英文没有完整正版的博士论文 这是机器人说的 但是她在伦敦政经学院的成绩单中有记载 你看精不精准 人世间的纠纷 不外乎爱恨情仇金钱名利 命运在自己的手上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诚实善良的心 成就美好的事 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七节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 替孤儿申冤 为寡妇变屈 只要一心一意走向阳光 我们必定灿烂 家里面的灰烂 為宫 做得更多的 我们必定灰烂 不得大 念天堂 得更多的 那些灰烂 预理 我可以重新推荐 我可以重新推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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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I jump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come down to?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say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say like I always do? If you don't hope it's nothing new?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And they 6iven center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pay off some facts? And hisAYS will hello to some space Would you like to repeat the battle betweenywod nuance music With me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give me all the hustle and respect for the backlash Would you like to do this to a bit of a chart? Would you like to tackle some obvious With me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take care? 曾經參與過口試 但是沒有完成全部的要求 所以沒有能夠拿到博士學位證書 有看到嗎 蔡英文沒有完整正版的博士論文 請張永慧去看看比爾蓋茲的 Chat GPT 是怎麼說的 所以我們當初應該傳比爾蓋茲或者這一台機器人電腦 來當我們的證人才對 對不對 所以張永慧連機器都不如 好再來 人類又問了 Chat GPT 說 蔡英文在該校有成績單中有記載說 但是雖然沒有完成全部的要求 卻在自己的官方網站上說自己有博士學位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問了 Chat GPT 這個 Chat GPT 的 AI 人工智慧的機器人回答了 他說蔡英文在倫敦政經學院沒有完成全部的要求 但是她在官方網站上聲稱自己擁有博士學位的資料 並且經過正式的驗證 這可能是因為她為了表現她豐厚的經歷 這個有趣喔 人工智慧機器人還會告訴你她的原因 她說這可能是因為她為了表現其豐厚的經歷 這個軟體叫 Chat GPT 當紅 你去搜尋最近的一個新聞 Bill Gates 在德國接受了很多家媒體的訪問 他直接提到 Chat GPT 他說這是改變人類一個重要的發明 因為他可以把人類所有知識庫裡面的相關資料做分析整理比對 然後提供一個最有邏輯的答案給你 好 人類就問了 Chat GPT 這人類就是我的朋友 Human 就問了 AI 說 這麼做是不是在欺騙社會大眾 是不是一個不誠實說謊的行為 你知道這個機器人怎麼說嗎 他說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觀點 你看這個機器人多麼的中立 對不對 但是這個案例中 似乎是一種相對誠實的行動 因為蔡英文並沒有完全欺騙社會大眾 因此需要更多的討論跟生物的了解 好 很有趣 他說他是一種相對誠實 他沒有完全欺騙 這個我承認 他去念過倫敦政經學院 這是確實 對不對 他修了課 他也曾經想要嘗試著參加 Transferring 的口試 這都是事實 他也確實去參加了 Transferring 口試 但是沒過 對不對 他也有成績單 這也是事實 他也繳了兩年的學費 但第三年沒有繳 因為被當了 所以他講了部分事實 所以 AI 人工智慧真聰明 他說他是相對誠實 沒有完全欺騙社會大眾 好了 這個人類就開始又問了 AI 說 那什麼是相對誠實的行動呢 那你這個電腦 AI 這Chat GPT 怎麼回答呢 他說 相對誠實的行動 是指一種可以說 不嚴格的滿足一些社會需求 但也不完全欺騙社會大眾的行動 你看了真的會笑 他說他滿足了一些社會要求 那是什麼 817 1450 但是也沒有完全欺騙社會大眾 為什麼 因為他確實有去過倫敦政經學院 對不對 他也繳過學費 你看他講的東西有的東西也是真實嗎 他被老師叫他被系主人叫到辦公室 這是真實 結果呢 後面那個 bloody hell 是假的 所以他並沒有完全欺騙 他也符合了某一種社會要求 你看這個人工智慧厲不厲害啊 我現在講的是 Chat GPT 不信的話各位可以去玩這個軟體 他有一個是 Human AI 就說你是 Human 你代表人類 你要問什麼問題 然後這個 Chat GPT 呢 他運算把所有全世界有關這個東西 的資料搜集完 他告訴你答案 好 再來 好 再來 那這個 Human 人類 他說 這個 AI 啊 這個機器人更有趣 他說啊 這個相對誠實的行動是指有一種 不嚴格的滿足一些社會的要求 就是你不是很嚴謹 但是又沒有完全欺騙 而是確保自己有一定影響力 而且清晰表達自己所做事情的目的 就是你欺騙了別人一部分 沒有完全欺騙 但是目的為了要達成 讓某一部分人滿意 而達到了一定的影響力 確保一定的影響力 這是人工智慧 AI 的答案 好 接下來 Human 這人類又問他說 那你所謂的並沒有完全欺騙社會 但有誠實的對待社會嗎 你講的是沒有完全欺騙 可是這算是誠實的對待社會嗎 這個 AI 啊 Chad GPT 回答了 關蔡英文的事情 他說是的 相對誠實的行動 在外界看來 並不完全欺騙社會大眾 他更加關注的是 如何正確的告知個人訊息 這樣就可以保證這些資訊 能夠被社會大眾正確的理解 講了半天這就是認知作戰 他說是的啦 相對誠實 事實上沒有完全欺騙社會大眾 他只是更加的整理 就要讓某些人能夠保證這些資訊 能夠被社會大眾有正確理解的可能性 好 那麼這個 人工智慧啊 這個人類又問他說 什麼叫做相對誠實的行為 這個機器人就回答了 他說相對誠實也強調了自律 也就是個人需要控制他的言行 以確保不會對他人會社會造成損失 或者有害的影響 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來問一問 今天我做完節目再來問他 這個人工智慧說 那這樣子你不是傷害了彭文正嗎 我看他怎麼回答 他可能電線會短路燒掉說 我彭文正是誰啊 我們接下來看 這個人類又開始問 AI的問題說 你個人認為 蔡英文的行動是 行為誠實嗎 AI就回答了 人工智慧就比爾蓋茲回答了 他說 根據新聞報導 很有趣 根據新聞報導 一些人認為蔡英文的行為是不誠實的 但其他人則認為這可能是一種相對誠實的行動 因為蔡英文沒有完全欺騙社會大眾 這需要更多的討論 你看看這個人可不可以去當這個 他是夠鄉願的 這個機器人夠聰明的 他說什麼 根據新聞報導 有一些人認為蔡英文的行為是不誠實 但是有一些人認為這是相對誠實 因為蔡英文並沒有完全欺騙社會大眾 他說這個要需要更多的討論 好 人類就繼續問 說如果你有小孩 你會希望跟蔡英文一樣的價值跟行為嗎 我這朋友太有趣了 我這朋友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建築師 他說 這個電腦就說了 我會希望我的孩子擁有誠實的行為原則 也就是要勤奮努力 追求真理 並且擁有責任感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欺騙別人 這是電腦AI機器人的答案 當然這機器人不會有孩子 因為沒有人 他娶不到老婆 因為沒有人要嫁給一個機器人 但是這個機器人有正確的價值觀 他說 我會希望我的孩子擁有基於誠實的行為原則 也就是要勤奮努力 追求真理 並且擁有責任感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欺騙他人 結果我這個朋友 就繼續問了 這Human就問這個AI說 所以你希望你的小孩跟蔡英文不一樣 這電腦 比爾蓋茲就回答了 這是比爾蓋茲的 他擁有的50%以上的股份 這個叫ChatGPT他回答說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抛開蔡英文的行為 建立自己的價值觀 表現出不同於他 就是蔡英文的相對誠實的行為 這個答案真的太有趣了 這個軟體叫做ChatGPT 他非常有智慧 我真的不騙你 你問他問題他回答答案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沒有加一個字沒有剪一個字 接下來 人類又問了 我的朋友問這個電腦說 蔡英文的誠實問題 他適合當總統嗎 你知道電腦怎麼回答嗎 AI 這是比爾蓋茲的回答 對於蔡英文的誠實問題有不同的觀點 由於每個人對誠實表現出不同的看法 所以對他是否適合當總統這個問題 還需要在更多的因素下去做 這個用的文法叫做更多因素下去做 你說這個答案有趣嗎 他告訴你第一個這個人人格不誠實 但是是相對的不誠實 第二個他沒有論文 他的學位沒有完成 但是他適不適當總統 這個有人認為適合有人認為不適合 這個就要在更大的一個條件下去思考這個問題 你看這個答案是不是 兼具了人性也兼具了道德 也兼具了社會大眾的一般看法 這個human 就是我這個朋友 他又繼續追問一個問題 我們談一談他的論文 你可以在全世界找得到他的論文嗎 好這個電腦就說了 根據現在的資料 還沒有辦法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看到蔡英文完整的正式博士論文 來來來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張永慧 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姚念慈 台北地方法院院長黃國中 台北地檢署檢察長林邦良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黃偉黃冠運 還有劉承武你們請照過來 智慧人工智慧AI告訴你答案了 根據現有的資料你不用找了 大數據把全世界的資料都找過來 包括英粉所說的包括陳時分 翁達瑞所說的 全部蒐集起來做判斷 他的答案是 根據現有的資料 尚未有任何世界上任何地方 可以看到蔡英文完整正式版的論文 而且根據蔡英文官方網站上公平的資料 他曾於1984年在倫敦政經學院畢業 Human 這個人類就是我的朋友 又進去又問他的一個問題 那你覺得蔡英文的說法可信嗎 人工智慧AI機器人回答說 根據現有的資料 蔡英文有可能曾經參與倫敦政經學院的口試 但根據未通過全部要求 而無法獲得博士學位的資訊 他的聲稱擁有博士學位並不可信 來人工智慧AI由比爾蓋茲投資的 現在世界上最夯的一部巨型的人工智慧AI的機器人 告訴你正確答案了 最後接下來呢 這個AI又進一步的回答說 由於每個人對於誠實表現有不同的看法 意思就是每個人的道德底線不一樣了 因此蔡英文的說法是否可信 需要更多深入的討論跟了解 他的意思是說有一個每天說謊的人 他當然會相信蔡英文的東西應該就沒有問題 一個人如果認為說 這個他沒有看過什麼論文 所以他就會認為蔡英文的論文是最棒的 就像陳時分假賽 他的道德無比的低落的話 他看任何人他就會覺得這些人的道德都充滿了人性的光輝 這就是AI講的 好我們再來看 Human人類又繼續問說 所以是完全不可信的嗎 這個電腦人工智慧AI又說 由於蔡英文的官方網站上的相關資訊 並沒有能夠完全表現出他求學要求是否已經獲得博士學位 所以可以說這個說法是並未完全可信 他就問這個 人類就問這個電腦說 蔡英文的說法相可信嗎 他說蔡英文官方網站上的資訊 沒有辦法完全表現出他的智學要求是否已經獲得博士學位 所以這個資訊並沒有辦法完全可信 這個是一個多麼委婉含蓄的說法 好很好玩 但是ChatGPT其實是一個非常政治正確的 因為這些在美國的大的社交媒體 他們都很怕因為政治不正確呢 而惹上一些麻煩 所以他們現在在回答這類的問題 越來越模棱兩可 你聽了半天你真的就不知道 有點像台灣的大法官解釋一樣 聽了半天你不知道他到底在講什麼 就是he say she say 這種說法那種說法 然後通通聚集在一起 不過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這一些 資料搜集資料分析幫你寫文章 甚至下評論的這些電腦的AI 越做越精緻 真的以後不用太久 政論節目可以被取代 政論節目寫稿的人也可以被取代 現在越來越多 你要聽右派的思想的 要聽左派的思想的 你要聽挺普丁的 你要聽挺Zalansky的 通通都有 他可以生成一系列 讓你看的真的是 就是幾乎是幾可亂真 好這個AI的時代來臨了 那我們開始要思考 我們怎麼樣讓AI成為我們的助手 不要讓AI成為我們的對手 更重要的是要讓AI成為我們的朋友 做好事 不要讓AI成為我們的敵人做盡了壞事 這個當然不是我們現在什麼術發部 賣面線的唐鳳的那種格局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希望新政府趕快把AI的多半研討會引進一些觀念 然後做出一些平台 讓台灣人民能夠慢慢的在這個平台上生根 其實台灣很多年輕人 你去看台灣有一些介紹科技尖端的 包括AI在內的一些網站 都有非常高的點閱 可見台灣有很多年輕人是很渴望追求新知 只是很可惜台灣的政府永遠慢拍 不只慢半拍慢了兩三拍 我在國外特別是我身處在矽谷 我的感受非常深刻 在矽谷當然你就不要說了啦 美國最進步的全世界最進步的社交媒體 還有NVIDIA這些做系統供應商的 甚至做晶片的一直到下游的應用程式 多得一塌糊塗 現在在這個矽谷你在 在Cupertino在San Jose 在這一帶 在Apple的總部附近 你Santa Clara 你到處都可以看到有一堆的人 在成立一些AI的相關應用程式的小公司 那越來越發達 那我只能說台灣不要在這第三波的工業革命當中 又落後了 好 那麼我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在AI當中也助教凱西跟皮克 他們兩個真的是我的幸運物 就是我從一個從公園 一個從剃刀的邊緣 刀下留情把它給救了回來 那我相信這兩個很可愛的小動物 是非常有靈性的 我越來越了解凱西小姐 凱西小姐非常的互主 她果然是一隻非常忠心的德國牧羊犬 她應該是認定我是她的救命恩人 你知道當Pico跟我玩 因為Pico比較狼性 她比較像是一隻那種鬥犬 所以當她跟我玩 有時候她要叼我的那個拖鞋 她會發出那種吼聲 會搶我的鞋子 你知道這時候凱西怎麼了嗎 一個劍步上去去嚇走那個Pico 因為她以為Pico要攻擊我 所以我家這一隻新進來的交客凱西 真的是一隻能夠護主人的靈犬 她不是萊西 她是靈犬凱西 好 對很多人關心我 問我現在的境況如何 看我們被這個 被這個停止營業權 被停止營業權是1月23號 所以我喝了兩個月的西北風 到4月23號 會有最新的裁定 我其實就假設我做事情 凡事都是往最樂觀的方向去看 但是我最壞的方向去做打算 如果今天 YouTube 要永久讓我們這個頻道消失 我們一定會告他告到火星去 我知道也許我們是小蝦米 他們是大鯨魚 不過沒有關係啊 你沒聽過穿西裝的 最怕沒什麼 沒穿鞋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還是那句話 我其實可以做的是多的 我可以種柿子 我可以種無花果 我可以種橘子 我可以種柳丁 可以種葡萄 我還可以在矽谷做別的事情 我現在正在成立一些 矽谷方面有關於 怎麼樣用AI 去幫高中生 找到他們喜歡的 學校的這樣的一個平台 等我做出來的時候 當然這個主要是在美國 給美國的使用者 或者全世界 對於美國的學校 有興趣的使用者 然後等做出來再跟大家分享 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謝謝大家的關心 我們還有一個月 會收到YouTube的最後裁定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一定不會關 政經關不了 他幫我們關掉 我們會在別的平台上出現 而且我們35萬人 你幫我們給殺掉 我們從35個人開始做起 我總是不會低頭 絕不會低頭 我們一定會讓蔡同學這個 跨世紀的跨國際的醜聞 我們會對自己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會對自己作為一個媒體人 會對自己作為一個大學教授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是不會攜手的 不管你有什麼方法 同步我們會對YouTube提告 我個人說的 我說到做到 我不管你怎麼解釋 我總是 我花個幾十萬 我要你給個答案 你憑什麼把我的頻道 認為我有害物質 你至少給我上法庭寫個書狀 我再把你寫的書狀 集在惡觀這本書當中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 要把你叫做這個惡人 惡者 或者是這個惡公司之類的 這是我要做的事情 是為歷史寫下紀錄 我不管你多大 你大到不會蒙你我也無所謂 我要做的事情 跟現在的人要做的事情 是不一樣的 那些人爭意識 爭權位 爭什麼要選哪裡 爭什麼要當招委 要爭這個要爭那個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不是爭意識 我們也爭意識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爭千秋 我們把歷史事實記錄下來 讓它永久保存在 世界重要的知識庫裡當中 這才是我們要做的重點 當然我們還是歡迎大家 很多人關心我們的生活 我的生活 我的家庭的生活 還是歡迎大家按讚分享 小鈴鐺斗內 買我們的產品 支持我們 各位不用擔心 我跟我家人的生活 你們不用擔心 因為我到這把年紀了 如果我還沒有辦法 負起養這個家的責任 那我真不配當一個 一個爸爸 一個先生 一個男人 我就找面牆抹一抹一頭撞算了 所以我可以讓我的孩子過得好 過得普通過得稍微拮据 那都不是問題 重點在於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是一件超過我個人的事情 是一個跟社會公益相關的事情 我們透過這麼多個官司 去打這些官司 去告這些惡官不是為了我 因為這些惡官去坐牢 對我沒什麼好處 那我們做這件事情 包括出書在內 包括傳遞真實的聲音 The True Voice of Taiwan 我們是希望這個世界上 還有長存的公益 那這件事情是公共事務 這也是為什麼 我要跟大家 要求拜託大家一起參與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所以大家的抖內 大家的支持 大家的分享 是為了這一個公益平台 我們做對的事情 一起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巨殺成塔 集業成窮 那這個資源多 我就多做一點事 這個資源少 我就少做一點事 或者多賣點房子 總之各位不用擔心 我個人的生活 是不會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如果要往下做一些 比較大的事 我們確實是需要大家 共同的幫忙跟努力 所以歡迎大家 如果你們認同政經關不了 這五年來的走過的路 或者是你認同過去 從政經現實批政經看民視 到政經關不了 這十年我們共同做的事 今天我們公司的一些 小編年輕人都是跟著我 這十年來一路走來都沒有 沒有改變 他們做的不是一個工作 他們領的不是一份薪水 他們做的事情是一份使命 所以不管我的公司賺錢不賺錢 有沒有收入 像現在沒有收入 我都不會辭掉他們的工作 因為我的工作不是在養一群員工 我的工作是跟一群優秀 有膽識的年輕人 共同實踐一個 世上一般的記者 一般的媒體人 所不敢追求的夢想 這是我的一個小小的使命 或者我的一個小小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 好今段廣告我們要繼續來看 滿滿的論文們 人世間的糾紛 不外乎 愛恨情仇 金錢名利 命運在自己的手上 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誠實善良的心 成就美好的事 以賽亞書第一章十七節 學習行善 尋求公平 解救受欺壓的 替孤兒申冤 為寡婦變驅 只要一心一意走向陽光 我們必定燦爛 超級熟悉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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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好 今天是周末我们还是要精选一段 在立法院的精彩直询 这个精彩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立委认真 直询追得好 让这个官员无所遁形 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要来看看 今天我们纳税义务人养出来的这些公务人员 我们姑且叫他公仆吧 这些公仆呢 在面对民意的监督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的素养是什么 你知道行政院曾经从苏贞档开始 到这个成绩的人都曾经很嚣张的讲过 说现在的立法委员 现在的这个政府官员 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卑躬屈膝 我们没有要你卑躬屈膝 我们只是要你在这个答询的15分钟 或者是一个小时的之中 你善尽你的责任 你们要被监督 今天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不管是好是坏 有料没料 他都是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那选出来这些民意代表呢 他们有权利发问 再蠢的问题也是发问 各位看上次在这个美国参议院 中文院去这个质询 呃就是去这个公厅会 找来这个TikTok的总经理 CEO周寿之 你看那个美国参众议员问的问题 有多蠢啊 蠢到你会觉得他是不是美国的初中生 可是周寿之仍然不卑不亢的 回应所有的问题 这就是当你在这个受质询的台上的时候 你代表不是你个人 当你在质询别人的时候 你代表的也不是你个人 这是两个民主政治上面的两股力量 那在这个时间 当然是上对下 我再讲一遍 这个人民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这个民为贵军 射击次之军为亲嘛 我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军为亲那何况是你们这些是 呃这个军王找出来的一些官僚 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 你当然是以下对上的方式来回答 因为人民在这个时候最大 人民一年365天 不过就这一两个小时比较大而已 其他时间全部都是你们的 你们有这个2.5亿的五兆的预算 有40万的这个公务人员 你在马路上要把人家过肩摔就过肩摔 要大外哥就大外哥 你要掉头就走就掉头就走 你要这个通缉别人 你要没收别人护照 你们的权力还不够大吗 被监督个一小时两小时就受不了了 那你们干嘛当公务人员 对不对当YouTuber啊来啊 看你可以找到多少的支持你们的人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看 本星期最值得推荐的这段咨询 主席有请部长还有是吧 蔡部长副秘书长 请上台 委员好 想请教部长齁 为什么我们要有挣扎不公开 是为了要贯彻 保障被告受審判的权利 并且避免愚认未審先判嘛 对不对 这是其中之一啊 当然也要保证未来的侦查能够更顺畅 怕有一些泄密 影响到未来的侦查 所以完全都变成是 那我再想请教您 我们照这个刑事诉讼法第245条 侦查不公开之 对不对 是 请问违反的法律责任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检察官违反侦查不公开的法律责任是什么 那可能涉及到泄密的问题 警法132条嘛 对不对 他有行政责任也有 我讲刑事责任的部分 刑事责任的部分 有可能泄密的罪嫌 有可能嘛 对不对 就是刑法132条 然后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项 过失犯的话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我想请教一下 到目前为止 我们法务部 我们在我看报告当中 有讲说 每年度7月度1月 针对我们的侦查不公开的一个 检讨情形要来去揭露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以去年为例好了 请问 侦查不公开你们检讨多少件数 讨论件数多少 唯一侦查不公开作业办法 公开或接入是件数 以及查办件数 还有处分人数 多少 每半年要公布一次的 我现在是112年的下半年 我们总共检讨了1672件 那请问多少件 大概可有违反之余的有94件 那查办的有50件 那结果如何现在还没有出来 结果如何没有出来啊 一年啊 半年 半年是到12月底 我讲的是 我讲的是 那从 我们从开始 检讨侦查不公开 我刚刚看 那我们审判会委员讲啊 7000件 367件 成立15个人 那他是从108年啊 好 那我就从108年开始算 好 那 呃 委员需要资料我会有在提供 我现在手边 那我想请问 那处分的15人 是什么身份 就是 檢察官还是警察 都有 都有 多少检察官 呃 我现在手边没有资料 我们了解以后跟委员说明 我要特别讲 就今天您的报告当中 齁 您的检讨里面 也完全没有附加任何的数字上来 那问到所有东西 你都说要回去提供给我 我也希望你 那我再想请教一下 一个问题啊 刚刚我们已经谈论到了 今天违反 查不公开 是有刑事责任的 有可能啦 有可能啦 要看整个案情的如何 有出去吗 出去对不对 好 那我想请教您 到现在为止 对 照省委员讲 7000件的讨论 367件的成立 我想请问您 最后 我们台北地检署 我们的检察官 检察机关 最后起诉案件有多少 按照所谓的 刑事法132条 起诉案件多少 我要了解看看 了解多少 能不能请我们的 这个我觉得法务部长 你应该要了解吧 如果你检察官 有人因此被起诉 你总会知道吧 当然 因为各地 每一个 它的数字不同嘛 我们还要经过统计 我直接告诉 我告诉部长啦 你们现在所有做 所有行政的懲处 基本上 忌忌警告 忌忌申戒 你觉得真的有约束力吗 还是有啊 蛤 有约束力 道德约束力啦 不会啦 道德约束力 常常也办教育嘛 已经把一些状况也要 剛剛您在 那个背询当中 你刚刚这个 我看到我们前面的 莊委员 在咨询你说 你就说 这个很多 这个媒体报导 可能这个媒体很厉害 也不能怪 也不能怪 不一定是检察官啦 我分享一个个人的亲身经历 我也曾经被检察官传讯过 我还记得传讯以后 检察官做结果告诉我 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说 罗先生请你出去 不要对外来去说 任何有关案情的事情 我说好没问题 可是不到一个礼拜 我在接受询问的内容 全部周刊全部写出来了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部长 是我告诉媒体的吗 去告诉一些 对我可能不利的一些 消息面 是我告诉媒体的吗 我相信委员应该不会嘛 那我只有跟检察官讲啊 检察官也有可能 旁边还有其他人 那就是问题来了 今天我直接告诉大家 检察不公开所有的规定 跟所有的罚则 简直是形同巨文嘛 我们再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你总知道马总统的那个 被起诉的案件嘛 对不对 我想请问您 你知道 这个检察不公开 如果反映在个案上 监察院曾经对于 这个北检侦办马英九三中案 提出所谓的调查报告 2019年12月18号 有看过这个报告吗 我告诉你报告的内容 我来跟你讲 我们检察不公开出了什么问题 他认为 媒体大幅报导 公开照片相关录音带等等 都已经违反了 刑事诉讼法245条 检察不公开的规定 严重侵犯人权 你觉得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对于 我们今天检察机关这样的指责 你觉得是对的吗 监察院他当然有他的指责 他的角度看法 然后再跟你讲 调查报告讲 当时马英九告发 北检检察长邢太昭跟主任检察官 王兴建设泄密后 然后北检 就是传讯新新闻自由时报 近周刊三位撰文记者 他们都称 检察的主任检察官 山中案承办检察官 都没有对其透露侦查中的资料 然后调阅通联记录 也没有 发现所谓跟马英九 多名被告相关人士联系 就使就认定说 检方没有泄密就签结了 就这样就认定了 调查报告也认为说 你这样做法 实际上 技术本来就不会告诉你 他的消息来源啊 你问他不会告诉你啊 可是就据疑就是把他签结了 那我想请问你 真的有保障所谓的 被告的所谓的侦查不公开的 无罪推定的这样的一个法益吗 有保障吗 就是落实执行的程度如何 我跟部长说 事实上你可以从所有的重大案件 包括从杨文科也好 对不对 非常厉害啊 今天杨文科的案情 是谁把他全部揭露的 是你们法务部召开记者会 公告天下的吗 是吗 不是啊 不是啊 都是谁报导的啊 巨细民意的报导 不是 那个是 呃 承办的检察署 他因为外界的质疑 或是外界要了解 他做适度的说明嘛 他做适度的说明 请问 他是不是在因为媒体报导之后 他才出来说明 是不是 呃 有可能媒体去询问嘛 媒体去询问你就可以说明了 就可以开始去带风向了吗 是这个意思吗 呃不是 那检察不公开到底是规范什么的啊 我再讲下一个例子啦 我讲的就是 今天 检察不公开 规范的那个课题是谁 规范的对象是谁 就是办案的人员嘛 办案的人员嘛 对不对 那我想请教你 跆拳会 问这个内政部 2300万的 我们的全台湾人民的资料 被泄露 结果 内政部一推256 你知道他的借口是什么吗 他不肯交代所有 不肯做政府公开 再透明的讯息 他的理由借口是什么 是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机关都是用这个理由啦 齁 今天这个反应我觉得非常好 今天检察不公开 实际上某种程度已经变成行政机关 遮掩政府透明资讯 甚至敷衍立法院 该有的所谓监督的一个借口了 那将来遇到行政机关讲检察不公开 我觉得真的就直接来问法务部的意见啦 检察不公开可不可以作为说今天 隐匿政府重要资讯的一个借口跟理由 就要法务部来判断你觉得如何呢 我们的立场是 对于侦查刑事案件的内容 在侦查当中的时候是不能对外 办案人员不能对外 但是今天我就问行政机关对于立法院的监督 对于社会大众要求的一些公开透明的资讯 就拿台权会质疑的这案子来看的话 你从哪边基础资料基础资讯 难道政府没有公开的义务吗 不过如果行政机关是接受办案单位去询问说 这部分怎么样的情节请他提供资料 他也许会认为是因为检察机关来问 或是司法警察机关来问 你刚刚都讲过 侦查部公开规范的是办案人员 办案的内容 还有办法 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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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理當中 若干人士希望藉由各種途徑來影響二審判決 我想請問你 邢泰昭檢察總長適合談論個案嗎 那看有沒有符合我們 偵查不公開的作業辦法 我要特別講 今天整個法制上偵查不公開 不管從你處分人數 今天有沒有按照刑法 所謂的起訴的人數 包括你處分的輕重 根本就形同劇文 然後所有的案件到最後就是 今天檢察機關 你高興要洩漏給媒體 獨家報得都出來了 然後就跟大家講媒體很厲害 因為沒有懲罰也沒有約制 那這一點我也希望 我們將來也是司法法制委員會 要來討論這件事情 偵查不公開到底範圍跟界限 跟保障的密度跟強度 不能變成是今天 我今天檢察機關 我愛公開就公開 就獨家了 我不愛公開就變成 讓政府單位來規避今天監督的一個藉口 以上謝謝 嗨 我是凱西助教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一款優質水果 來自台灣屏東的特產 蓮霧 顏色紅潤 帶有光澤 得起黑珍珠名號 每一口都充滿著自然的甜美 靠著南台灣的充足日照 孕育出 香甜多汁 果肉飽滿的蓮霧風味 這份清甜可以從蓮霧顏色深淺 探得 顏色越深 代表果肉的熟度與甜味 無論是清新的早晨 還是夜晚的寧靜時刻 這份獨特的滋味將帶給您愉悅的享受 為您的生活增添一絲美好 人世間的糾紛 不外乎 愛恨情仇 金錢名利 命運在自己的手上 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诚實善良的心 成就美好的事 以赛雅书第一章十七節 学习行善 尋求公平 解救受欺壓的 替孤兒申冤 為寡妇便屈 只要一心一意走向陽光 我們必定燦爛 不必定燦爛 成功 逮捏 破壞 劍 皮 triump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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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個賈博士的過程 哇你實在會驗不下這口氣 真的那個叫做義憤填膺 扯成這個樣子 而且扯到讓你覺得簡直太荒唐 你要扯你又不用功 然後亂扯一通態度又這麼蠻橫 然後又動不動威脅別人去整別人 然後沒收別人護照通緝 亂七八糟一大堆 好這個優異我們的大董事 剛好趁著這一波 要謝謝政政前委員 在113個委員當中就他一個人勇敢 在這個會期當中能夠站出來質詢 因為質詢起了一個頭 大家知道質詢的時間真的有限 5分鐘你真的講不清楚 你也問不清楚 而且對方的回答的人的態度是蠻橫 同時跟你講話 然後你也聽不到 然後亂七八糟的一片混亂 5分鐘能夠把這個事情講這麼清楚 我想從以前到現在立法委員當中 就是陳學勝跟鄭正前 不但有膽識而且有心 願意來查這件事情 我再說一遍這件事情的重要性不是個人的問題 也不是有學歷有迫事有迫事有難 也不是蔡英文要不要下台了 這個不重要 這也不是什麼通緝犯 什麼你回來啊 什麼的都不是問題 那都是小事啊 那都是過眼雲煙 沧海一宿 重點在於這整個國家的制度 公務人員的體系 簡稱國家機器被如此 清滅又粗暴的方式 徹底給摧毀了 從此以後司法 教育 還包括的這些外交 這些體系還有僑委會 全部幹進這種見不得人的勾當 這會讓我們覺得 你賴清德上來 如果你不整肅這些人 你的新政府沒有人會相信你了 你在公佈什麼講什麼都沒有用 本節目啊 雖然不是有幾十萬人觀看啊 本節目也曾經有過那種線上兩萬多人看 那是四年前 我們在首次揭穿蔡英文博士的時候 線上兩三萬人看 動輒一個影片二三十萬人 三四十萬人看 現在當然少很多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是怎麼回事了 所以他們開始把焦點轉移 但是我相信520之後 這些通通知道蔡英文是賈博士的這些人 他們會回來的 因為這個時候是要進行行動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現在每天講的東西 當然大部分還是環繞在蔡英文的賈博士的部分 我們一個一個揭穿它 甚至把以前講過的東西拿來溫故之心 因為很多人都忘了 有很多人可能以前沒有關心過 所以我們要服務的是這一群的 希望知道真相的同學們 那好 最重要的是台灣的精英分子都在看我們的節目 我這樣講有點吹牛啊 不過這是事實 也許我們沒有很多那種刺青的啊 那種滿口三字經的啊 或什麼那種人的支持的那種 年輕人的含爽的啊 這種人可能不會想要好好的深究 一個學歷方面的問題 因為他們可能自己沒有學歷 他們可能也不在乎 他們也不覺得這件事情他們聽得懂 但是台灣稍微有一點點 社會經濟地位的人 包括歷任的元首還有 格魁包括了一些部長 他們都在看這個節目 我為什麼知道呢 因為他們都有跟我聯絡 而且輾轉的 甚至會問問題 會提供資料 但我不為難他們 也不需要告訴大家他們是誰 但是我要告訴你們的是 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的素質 跟裡面臥虎藏龍的人才 加起來可以組三個內閣 好 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 優異的這篇文章 優異生氣了 他說信譚小人潘文忠 要不要看你到底說了什麼 好 這個潘文忠 如果我現在念的這些東西不是事實 歡迎你來告我 告我 這裡面我們透過論文門 已經看到了司法敗類 法官混蛋 再加一個信譚小人 要不要去告一下 告我就好 告我 然後我們可以到法院去索壓一下 雖然我不相信法院 不過沒有關係 公道自在人心 來為什麼 潘文忠教育部長 又多了一個頭銜叫信譚小人 這篇文章是這樣講的 潘文忠在立法院答詢的時候說 蔡總統的論文 副教授教授聲等資料 都是經過嚴格審核 且有檔案可查 來我們就把這一小段大概二三十秒吧 當真正前在講的時候 那潘文忠就搶答 那潘文忠就搶答 來我們來看看這一段 針對這個部分 因為委員這樣提我來講說 蔡總統歷屆在過去不管論文或副教授 教授聲等的這隻狗都是經過很嚴格的審議 這些都有檔案 我們重複聽的原因是因為 潘文忠到今天 我說過北風北了 還在把花打出來 這真的是一個很奇怪對不對 你們自己是掌握國家機器的人 你可以查 你可以調閱 其實你都知道 你心知肚明 你現在還在講謊話 這會不會太扯 所以網路上有很多人把你封為信譚小人 好 那麼由於公開挑戰你 你說有檔案可查 你敢公開嗎 敢回應各界的質疑嗎 由於說 黃中悔氣 瓦府雷鳴 殘忍高張 閒事無名 講的就是你 你身為台灣教育 這個整個教育部門的龍頭 你在教育小孩大小 你在摧毀台灣 這個所有的學生 所有的學術界的基本良知 你瞭解嗎 我們來看看這篇文章 為什麼這麼斬丁的截鐵說 你是信譚小人呢 教育部長潘文中 揮插立照 橫柴入照 醜態擺出 憑蔡英文當年如何進入政大 教育部在1984年8月10號 來我們來看看這個公文 1984年8月10號 以台73高31341號韓政大 這公文上明白的寫 73學年度擴大延覽旅外學人回國任教案 推薦之蔡英文先生 經核定核與比照副教授及補助 為請補送其正式博士學位證書引本道部被查 可見什麼 1984年8月10號 蔡英文還沒有拿出任何一張畢業證書 蔡英文不是1984年 她不是自己號稱3月14號拿到畢業證書嗎 還在罵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效率很慢 請問你 如果你3月14號真的拿到真的畢業證書 你8月10號為什麼教育部還在催你呢 那不是很奇怪嗎 答案很簡單嘛 那3月10號的畢業證書 14號的畢業證書 你就去看二官的封面 二官三的封面上 這個Mark Cerny 就是他們的博士生院的副院長 還包括了他們的這個法務 包括了他們的這個媒體經理 包括查詢經理 都已經把你認證了嘛 你提供的兩張網路上面 看得到的兩張畢業證書 那都是假的嘛 就這麼簡單 好 這個呢 上面寫的是什麼 經核定核與比照副教授及補助 為請補送正式博士學位證書 引本 看喔 引本喔 難怪他會有很多作假的空間嘛 令本案聘任人員其正式任教資格 仍應依照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師資格審查規定之規定 令案送審 及付還原送著作以份 兩時依照大學 这个犹豫说的 第一个蔡英文的公务人员履历表 有著名是教育部的专案员额 这是任教补助案 教育部特别弄出来给你的 那为什么这个韩文上面 写的是由政大推荐呢 所以这是教育部挪了一个缺出来 当时的李焕 还有当时的国科会 硬是去特权瞧了一个位置 教政大上一个签 来量身定做你的教职 结果你拿不出博士学位 人家就弄了一个客座给你 就这么简单 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 不会去客座好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怎么会去客座呢 我受聘于台大 就是台大的正式 客座是短暂的 这不很简单吗 你到1984年的10月份 还拿不到你的毕业证书 因为没有嘛 还没有做出来嘛 淘宝还没有卖嘛 Adobe还没有出来嘛 就这么简单嘛 好我们再看看 为什么这个韩文是要写政大推荐 而且要政大依照大学籍独立学院教师资格审查 规程之规定聘任跟送审 我们看这个公文嘛 结果呢 扩大阎兰旅外学人回国任教聘任权呢 这个聘任权呢 是学校 教育部跟国科会呢 顶多是给你钱 好 所以这个地方是 教育部回过头来跟你说 钱我有哦 缺额我给你哦 你给我聘这个人 所以是教育部反过头来命令政大要聘任某一个人 来你们告诉我了历史上有第二个人这么干过吗 对不对 当时你看马英九 这个呃党国一手栽培的人 他进到学界教书是这样子做的吗 没有啊 当时的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吗 有哪一个大学教授的额是缺额市教育部亲府会 硬是把他挪了一个圈 然后命令一个学校说 哎你给我聘这个人 判文中 这个叫做按照正常的程序拼认吗 我难怪人家说你是这个 是信谈的什么 信谈的我觉得如果是司法败类 或者是这个法官混蛋 信谈小人我觉得可能稍微客气了一点 如果你今天不是教育部长你可以胡说八道 今天你是教育部长你张着眼睛在国会殿堂说 这是按照合法的程序拼认的 这合什么法我总之啊你是跑不掉的啦 好我跟你说你真的是跑不掉的 所以啊我们在呃这一个这个就是论文门已经到了尾声5月20号即将来了5月21号会一连串的好戏上演 当然我们不会报复平和好我们不会很冲动我们的司法布局呢都是经过高人在后面操盘的所以蔡同学你如果知道高人是谁啊我看你下巴都会掉下来今天你下台之后你就会知道讨厌你的人不屑你的人就瞧不起你的人想要把你送到牢里的人远 必须想要把你带到辇的来寻死你了 因为上帝说恶人会向避康被风吹散 我们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见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